好的,开始了,我把IG给打开好了 今天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人 好了,IG也开了 OK,大家好 我们是大叔中文 好,那么今天大叔中文由茶叔跟灿叔 来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就是我们来讨论五个 这个学习中文最好的方法 最棒的秘诀 不过灿叔学习中文的方法太多种了 对不对 各式各样的方法 我觉得未必有五个 可能我们可以举出好多个 不过在这里呢 大家学习中文一定会遇到很多学习上的困难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话题 可以有效的帮助各位 那大家可以挑几个适合自己的方法跟秘诀 来改变或改善自己学习中文的方法 哇,好多人 然后聚恋之城 一下子就这么多人 诺威是他上次有来我们的小鲜肉 雷律宾的朋友 第二 大家已经开始抢名次了 对,我看那个Instagram的时候也有好多朋友 还有Hello, big fan from Melbourne Hello, big fan from Melbourne 都懒得念英文 这个Mary来了 是我们的会员 林子,老朋友了 还有刚刚 那好像我们固定时间后 好多同学就会知道这个时间我们会上线 就专门就等着了 对,各位同学 你要这个提高中文的水平 一定要养成习惯看大叔中文的直播课 这也是一个秘诀 Hello,家家 好,那灿叔你先分享一个有效的学习秘诀好了 我分分享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从自己出发吧 我觉得我最近也在学习俄语 我就觉得有些方法其实比较适合我 我觉得这个方法就是对我个人也比较有作用 就是我知道就是学习任何语言 它最关键的东西就是我们需要词汇 大量的词汇 那怎么积累词汇呢 这个其实是很多同学的痛点 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很着急 当然比如说有这个课本上有些词汇 但其实不够用 这个时候怎么积累大量的词汇呢 有些人会想的 那有没有速成的方法 我去找一些什么那种 有五千个词汇的那种词汇书来读一读 但是大家可能忘了这一点 就是这种东西读下来的词汇 很多时候没有用处 你就算把每一个都记下来之后 其实你用不了 对 所以呢就是我是这样 我是通过兴趣点去学习的俄语 所以我会看俄语的小说 但同时我是怎么记俄语的呢 其实我的俄语基础并不很好 我并没有学过一些基础的语法 所以我直接上来 我是看了原版的俄语小说 我把俄语小说分段去看 比如一个段就可能一两百个字 不是特别多 一两百个字复制下来 粘贴到ChalletGDP里头 让他给我把全部的词汇列出来 最简单的都列出来 全部列出来之后 我只看这些词汇 我先看一遍词汇 都记一下 大概记一下 然后我再反过来看一下原文 然后一看原文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中间会忘记一些东西 忘记一些词汇什么意思 我再看一下 查一下 我再看一下 结果我看了两三遍 我基本都这些词汇 我都记住了 因为他们是有语境的 对我而言 每个词汇都是有意义的 不是单拎的 孤零零的词汇 这样的话 我发现这个记忆词汇的 就是速度就会比 平常快了很多 比那个只是单纯的看词汇 单纯的看一些词汇书 更有用 因为每个词汇 对我而言 它其实在每句型里头 它是有都有变化 不是那种没有变化的词汇 对 而比的上面有很多变化 所以都是很实用的 我在当下 我知道在这个情况下 是这样用的 所以这个东西对我而言 可能 可能会一开始的时候 会相对花点时间 但是我觉得记下来之后 这就是在我脑子中 会存在比较久 就是我是觉得是这样 笨功夫反倒能 让你学习中文更有效率 一定要有这个笨功夫 对 好方法 笨功夫更高的效率 应该是这样 对 这个有些事情 虽然看起来傻傻笨笨的 而且要大量重复去做 但是其实你得到的效果 长期积累下来 很可观 对 好 这个我蛮认同的 而且这个方法 我想大家肯定没试过 这个ChatGPT 是可以帮助你找重点词汇的 所以像这个参数 它会 不只是重点词汇 你全部词汇 让它列出来 它都可以列出来 对 然后其实你在 它在列的过程 你会发现 原来这些词汇很重要 而且原来这些字是单词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 大家可以试试看 不只学习中文 在学习任何语言 都可以用到 对 而且现在AI这种工具 我觉得可以大量的节省 各位同学学习的时间 只要你善用这些工具的话 所以我觉得对 修针说笨功夫的学法 有的时候我们说铁杵 磨成 锈花针 铁杵磨成 就是说只要你去下功夫 我觉得会有一些成果在的 而且其实我就发现 就是中国人 为什么有时候词汇 我们掌握这么多 我现在因为自己有了孩子之后 才真正知道 中国人这个教育的方式 真的是打基础的时候 很可怕的 现在我这才小学二年级 真的是 才小学二年级 就是一个星期 可能都是大概要 会背 会写 一两百个词汇 就是真的 就是每天 每天几乎都有听写的 这么一个任务 就是然后基本是两三天就一课 课后 然后上完课之后 课本是要背的 课本里面的基本上 大部分都是要背的 然后呢 还词汇 你要记住 然后同时有听写 然后每个词汇 你还需要主词 就是这些 这些其实是一些笨功夫 但是在打基础阶段 是非常非常必要 一旦把这个通过笨功夫 基础打好之后 到后面效率 真的会特别特别高 对 这个常常我们说 学习是没有捷径 当然 你会听到很多老师 教你一些 速成的方法 但是我觉得笨功夫 长久下来 还是有笨功夫的好处 那这个 赞书介绍这个方法 我觉得蛮好的 各位同学不要想一步登天 对 这个一定扎实的功夫 母语者为什么能够把自己的语言讲那么好 其实我们以前从小学开始 甚至从出生开始就接触这个语境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功夫都是笨功夫 一天一天扎实扎成 对 而且我记得查书不是以前和我们说过 你上小学的时候特别喜欢组 就是写句子 造句 对对对对吧 特别喜欢造句 所以我现在这个中文还不错 以前我的练习方式就是那个洗作布 老师要我们造两句 我不是 我造十句 我还贴上去 因为我特别喜欢做造句的事情 老师看的会 而且还会把我的作品告诉他 你看这个理查老师很会造句 哇 会有成就感 然后你就越写越多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 这个 其实我认为第二点学习中文的秘诀 就是你要给自己成就感 要给自己成就感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只是学习语言 做任何事情 只要有成就感 让你觉得付出有一些回馈 回馈不一定是多或少 而是让你有成就感 有回馈感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当你们学习中文的时候 一定要找这个东西的水平 是比你的原本中文的水平 再高一些些就好了 我们常常说A加1那个感觉 不要加太多 你不要找一个A加10的那种 材料 所以我觉得怎么让自己 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 得到成就感 就是找符合自己水平 最难一些些的材料就好了 然后另外你如果可以的话 找到一个语伴 它可以用你听得懂的中文 慢慢跟你练习 我觉得如果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 你能够逐步的得到一点点乐趣 一点点快乐 然后因为这些乐趣成就感 你每天进步一点点 我觉得长久下来 你会对这门语言很有好感 也很有兴趣 所以我觉得成就感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成就感也可以让你继续保持积极学习的心态 有的人就是因为找的材料太难 找的汉语老师说的中文太难 慢慢的你都听不懂 你也不习惯 慢慢你就失去兴趣了 然后这个学习的方法不好 跟别说要提高中文的水平了 对 好 然后有一位同学说 欢迎大家来到哈萨克斯坦 今天是哈萨克斯坦的新年 哇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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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棒了 谢谢这位同学告诉我们这个事情 对 对 这个不可一步登天 对 饭 饭要一口一口吃 路要一步一步走 没错 确实没错 没错 没错 话操理不操 对 真的就是讲很多了 这个都是老道理了 但是其实我们就是要去付诸实行 好 那赞书有没有第三个方法可以介绍 其实第三方法 我觉得就是很多同学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花太多时间 只是去看书 看文字上的材料 就把这个听力给忽视了 我觉得其实听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文字它其实是最早的时候 它就没有文字 对吧 文字只是就是这语言 语言最早是声音的这种形式 对 文字只是一种这个图像的记忆而已 记录而已 所以我们要回归到语言的本质 其实要听 要听 你要只有多听 你才能真正习惯这个语言 它到底是什么节奏呀 什么的状态 对吧 要打开自己的这个听力冲道 一定要多听 就是不管是听这个大书中文 对吧 也可以 还有听有声书 或者看中国电视剧啊 你都是不断的这个听力的输入 我觉得这个东西积累之后 因为你一旦到达某一个点之后 你会发现 记忆词汇等等 是变得会很容易 因为这个语言 它本身在你脑子里 已经有这个声音的记忆 这个就是我以前也学过日语 日语是我的二外 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看日本动画片 日本的日剧 我成天刷的电视剧动画片什么的 我每天听听听听 我记得那时候 一开始上大学的时候 日语也不认真学 我觉得有点无聊 就是有点无聊 但是通过 但是通过看电视啊 看动画片 我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我就发现 因为那个时候 听力已经练得很好了 对 而且所以后来 我开始认真读书的时候 我就发现 这词汇 我查一下 我就知道 原来这个词汇 我都接触过 我都听过 所以一下子 他就和我脑子 用一个声音连接在一起 马上就感觉 他就扣了 扣合了一样 扣起来 他就在我脑子里 就记住了 对 就是这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 我们很多时候 也确实把更多时间 放在听上面 我觉得很重要 对 特别 我也想起 我学英文的时候 因为英文是拼英文字 你看到那个结构 就知道怎么拼 所以我记得 那个时候 我是大量的去练习听力 所以虽然我 好几年来 都没有很专心 在学习英文了 但是听到那个字 我还会知道怎么拼 所以我觉得 这个特别 这个特别同意参数说的 就是你一定要注重听力 当你的听力 这个模板 磕到你的脑海中之后 以后你听到这个词 那个脑海中 就会出现 那个词的样子 其实你知道怎么写了 但是你连听的 那个模板都没有 那我觉得你根本 那个不要再 更不要说 那个字的形象会出现 所以我觉得 其实听力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 听力的好处在于 如果你听力的水平提高 你说的水平也会提高 因为我认为 听跟说是 这个互相相关的 非常有关联的 你只要听力 输入的越多 其实你能表达的词汇 也就越多 所以我觉得各位同学 绝对不要忽视听 还有说这两个技能 因为这两个技能 算是需要比较 花大量的功夫去培养的 那刚刚这个 参数说的读 这个比较是属于 静态的学习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当然不能够缺少 但是我觉得 现在的学生 太多时间放在 静态学习上面 对 那因为也比较简单 大家宁可做简单的事情 那我希望大家 能够多注重听 参数也这样觉得 听跟说特别重要 因为听它 其实你听力好了 因为你本身就已经 能抓住这个语言精髓了 就知道这个节奏感在哪里 就算是发音 比如说中文这个四声 其实你听多了 你是知道 怎么做这个事情的 自然而然 发音是会比别人好太多的 这个是真的 还有就是你在听的过程中 其实你也看着 如果你是跟对方面对面 其实你也是在学习 他的表情 那个文化的人 怎么用肢体动作 然后怎么用语著词 妈 啊 捏 那些语著词 你会觉得 原来是在这个情境下使用 那我觉得 这个如果你用文法去学习 语法去学习的话 可能你要花很大的时间 去适应不同的 这个情境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而且也是 听跟说 也是让你 跟这个母语者 交流一个非常重要的 两个技能 非常重要 好 OK 打个招呼吧 对 蒙古的朋友 现在在台湾学中文 好多人在台湾学中文 对 对 对 就是听力非常重要了 注重听力 注重 对不是注重 注重听力 好 还有美丽 美丽来了 欢迎 好久没见美丽 好久没看到美丽了 丹尼 好 非常好 再来 IG上的朋友 我看一下 有人说 吉尔吉斯 吉尔吉斯也是新年 吉尔吉斯坦和哈萨克斯坦 他们本来就连在一起 都是新年 都是新年 祝这里的朋友 新年快乐 好 有的人说 我怎么提高听力水平 那就是真的叫多听 而且我们 而且我觉得就是多听怎么多听 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因为人的时间有限 精力有限 我们现在所有的社交媒体 其实都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抢占大家的时间和精力 对 所以说我们要把怎么把自己有限的时间 用在自己真正有用的东西上面 所以听力的话 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你要听的材料 绝对必须是你感兴趣的 不然你不感兴趣 你学不到什么东西 感兴趣的东西 你才能觉得 挺好听 而且你可能不自觉 就会模仿这些东西 就是我之前举过有儿子一个例子 就是我儿子现在英语 我感觉有些发音 比我和他妈发音都好 我们两个都是英文专业毕业的 确实 因为他很喜欢这种模仿 乐高 他在YouTube上就是看这些东西 而且从小就有这种听力的输入比较多 他文字的 我们最近才给他慢慢引入文字阅读 什么让他去拼 之前就是没有 就纯粹让他看动画片 看那个YouTube上他喜欢的东西 他看着看着就也都能理解了 能理解之后 他不自觉的就会把它说出来 而且有些发音确实是很地道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最重要还是有一点 这也是一个提高效率的一个方式 就是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你到底喜欢什么东西 没想到 没错 好 这个我觉得兴趣点下我也来可以来谈一下 这个学习一门语言兴趣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呢 现在 老师晚上好 老师最近怎么样 最近身体很好了 最近很好啊 好 好 OK 我们现在来广告吧 广告时间啊 好 OK 怕忘记了 先广告一下 好 各位同学 那么大叔中文需要大家的支持 那大家如果喜欢我们 别忘了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现在进行广告 要跟着大叔们一起学中文吗 那就加入我们成为大叔们的肉吧 你可以是小鲜肉 可以是小咸肉 可以是小鲜肉 可以是小鲜肉 还可以是小鲜肉 不同的肉 不同的福利 额外视频 播客精选词汇例句 大叔故事文本词汇表 还有每周和大叔们的见面会 不见不散 好 这边有同学问说 哦 串书会说俄语 真的吗 不是 大叔在学习 还在学习阶段 就不限了 对对对 不好意思 好 那我其实要说的第四点 就是参数刚刚说的兴趣 我记得前几天我参加同学会 那有一位同学 就分享了他女儿的故事 这个我同学他女儿呢 学习成绩非常之差 然后呢 他决定要休学 那我那个同学 为了觉得女儿 不要再让他有那个抑郁症 所以还是统一 让他休学 他在这休学的一年之间 他对英文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所以他女儿还玩很多这个线上游戏 然后跟外国人啊 组队啊 然后去闯副本啊 去PK什么的 说玩这个游戏之后呢 第一个学习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兴趣造成的 他的英语流利到他 我那个同学非常惊讶 因为太流利了 几乎短短的一年间 讲得跟外国人一样好 第二个 他交了一个美国的男朋友 还来了 还带回来家里 给他女儿多大 他女儿在高中生左右 大概高 好像是高一的时候休学 然后高一到高二这段时间 练了一口好英文 好到几乎跟外国人差不多了 还交一个外国的男朋友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兴趣 他对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而且用这门语言去可能玩一些游戏 也是他有兴趣的 再来用这个语言 交了一个美国男朋友 这可能也是他喜欢的一个方向 而且呢 他都在自然的环境中学习这门语言 短短的一年之间 把英文练得之好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兴趣 的确是学习一门语言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各位同学 当你在学习语言的时候 想想看 你的兴趣在哪里 有人喜欢车子 有人喜欢这个 可能有人喜欢各式各样的东西 还以为有人喜欢美女 可能你喜欢美女 你想要交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女朋友 那我觉得你就朝你的兴趣来学习这门语言 我觉得会进步很大 因为兴趣是一个驱动力 它会让你每天都抱着像孩子一样的新鲜感 你每天都觉得很新鲜 所以就像我这个同学的女儿一样 她现在英文学得很好 甚至她有考虑跟这个男朋友到美国生活 要嫁到美国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听了之后都哇 没想到我那个同学马上孙子可能 混血儿了 变成混血儿了 OK 所以我觉得兴趣 那是我女儿 我这个我会后悔的 为什么让她学英语 都要嫁得那么远的地方 这个我同学 其实也是一个很看得开的人 她觉得 她女儿经历了那个抑郁症之后 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觉得她的女儿是从迷失当中 找出了自己的路 而且是她自己找的 所以我的同学反而觉得 又把女儿捡回来了 又把女儿找到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 所以这个感觉又是 找到男朋友 只是一个附加的礼物而已 那她其实觉得 女儿也有可能抑郁症一辈子 但是因为她选择了 学习语言这门路 她反而走出来了 而且发现我是有用的 我不是义无是处的人 所以可能间接的 也把她的抑郁症治好了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 蛮励志的故事 我觉得 是的 真的是这样 好 有人说帅哥们好 太后 你好 你好 这样好像承认我们是帅哥 你要承认 对 一定要承认 好 那这个最后我们请参数 帮我们介绍最后一个方法 第五个方法 我们已经讲了第五点了吗 是 时光冲冲 时光冲冲 就是我觉得学习语言 最怕的就是 三天打鱼 两天晒王 就是学着学着 发现一开始可能动力特别强 就是兴趣浓厚 就是感觉好像自己每天必须学中文 一定要学很多这样 然后一开始给自己设定的目标 就是每天学两三个小时 把自己搞得累的不行 就是学着学着突然发现有一天 学不动了 太累了吧 因为给自己压力太大了 压力太大的东西呢 容易放弃 因为你承受不住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涉及到有一点 就是你给自己设定目标 要一个很明确清晰的 然后简单一些的目标 就是每天就必须拆分到每天 每天做什么东西 然后一个星期 你大概要大概达成多少目标 要有一个值 这样的话 你其实做下来 你心里有底 我大概是这样做 而不是其实一开始给自己设定 比如说今天要读两三个小时的中文 然后后面降下来 就50分钟 30分钟 10分钟 慢慢降下来之后 反到后面学不好 要是每天你就说 我自己时间充足的话 每天半个小时 也OK 每天的坚持下去 这个累积下来是很多的量 我觉得这个就是目标设定起来之后 就能坚持下去 这两点非常重要 因为其实我们看了很多人 就是其实一开始有目标 但是没有坚持下去 因为可能目标设定太难了 给自己压力太大了 因为坚持其实反倒是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很多人也说过 我学习中文学了好几年了 但你可能真正的有效的学习时间 并没有那么久 就是你可能在一年内 可能有些天是学个一个小时 有些是十分钟 那你不能说我真的学了一年了 对不对 对 这个这点很重要 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是很重要的 没错 这个参数说的也其实是 我们在学习语言的时候 最好有一个设立一个目标 但是这个目标不要太大 因为目标太大 我们很容易放弃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坚持的是常态学习 也就是每天都要持续 你的目标很大是很好 但是慢慢的你时间很有限 你工作很忙 慢慢的你学习越来越少 最后放弃 但是如果你常态学习 加上适量的学习时间 你不要每天好三小时 我要努力 可是你每天忙得要命 工作很忙 每天要加班 结果你最后还是放弃了 所以我觉得给自己适量的学习时间 比如说像参数刚刚说的 一天半小时 如果你很忙的话 一天半小时学习中文 每天都学 总比你学了两个礼拜就放弃的好 所以我觉得设立目标 可能的话我觉得目标 目标的这个学习时间不要太长 但是一定要适量 不要过多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其实学习语言 参数你上次也说过 学习语言是让自己快乐的过程 对 不是一个让自己痛苦的过程 如果你学习语言每天都痛苦 每天都一直抱怨 那这个过程你肯定学不好 因为你的心情是不开心的 你是用悲观的方式 悲观的心情来学习这个语言 那我觉得绝对不好 所以我觉得最后希望大家了解到 学习中文应该是要一个 happy journey 一个快乐的旅程 而且是能够帮助你成长的 不只是你会学习这门语言 你会说这门语言 而是你在学习的过程中 你是有成长的 这个才是真正在学中文 而不是让中文来折磨你 好 这个秀真太棒了 把我们总结的很清楚 好 那参书你帮我们念一遍之后 我们就可以下课了 好的 第一个 笨功夫 第二个 努力学习 不可一步登天 第三个 注重听力 第四个 要感兴趣 第五个 不可两 三天打鱼 两天塞瓦 不是两天 像真你的天数搞错了 三天打鱼 两天塞瓦 这个真的不好记 好 所以这个没有错 我们学任何语言 应该是一个快乐的成长的过程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也不要设立一个太高太高 太难达成的目标 然后想一想 什么样的兴趣会让你更快乐 对 好 OK 那我们今天呢 还有一个朋友的话 我们觉得因为写的很长 要读一下 非常感谢你们 你们的播客 不是播客 播客对我汉语的影响真的很大 有很好的影响 我每个星期呢 就会看你们三四个屏幕 四屏是不是 每个星期都看三四次你们的视频 对 你们的话题非常有意思 而且你们会请很多国外的嘉宾 他们是学习中文的 对不对 而且他们的故事非常有意思 给我们也可能很多激励 谢谢你们 好 所以这位同学一定有看大树中文 才能够讲得这么完整 对 那其实各位同学 我们做大树中文 就像你们学习中文一样 有很多同学给我们好的反馈 所以我们才能够继续坚持做下去 如果没有你们的反馈 如果没有你们加入会员的话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学习中文也是这样 你要给自己不断的有一些激励 不断的告诉自己 这个是好的 这个是有意思的 这个是我有兴趣的 你才能够持续做下去 好 没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希望各位同学找到了自己学习中文的方法 还有目标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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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い